人工膝关节重建手术 3分钟医学汤,让你更健康 大家好,我是张机骨科沈泰山沈医师 今天为大家介绍人工膝关节重建手术 根据统计,2017年台湾就有超过25000人接受这个手术 那有哪些人需要这个手术呢? 一般来说,如果我们膝盖有严重疼痛已经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而且采取保守治疗还是没有办法改善的话 我们就建议做这个手术 那人工膝关节的手术有分一般型跟微创型 那大家最爱问的是,微创到底有哪些好处呢? 第一,它可以减少我们的肌肉组织的破坏 而且它可以让我们的恢复时间减短,出血也少,伤口也变小 那住院天数当然也变少了 那一般来讲,我们需要住多久的时间呢? 一般来说,我们会说住院5天到7天 不过这个医个人的恢复状况会有所不同 手术有哪些风险呢? 手术最常遇到的是细菌感染的风险 那同时我们麻醉风险以及酸塞的风险都是我们会遇到的 不过这些大部分是可以预防的 而且它发生率非常的低 及早复健及早下床活动 可以有效的预防酸塞及关节僵硬 大家很爱问的一个问题 什么东西需要自费 一般来说,这个手术全部都是健保给付的 但是你若有一些个人的私人保险的话 医疗险的话 可以采用超耐磨的垫片 抗生素骨髓泥 以及术后的制控式止痛 人工关节到底能用多久呢? 根据统计的话 我们平均使用年限在10到20年 不过这个一个人活动状况有所不同 手术之后多久可以下床活动呢? 跟大家分享一个84岁的曾伯伯 这是他手术后隔天下床活动的状况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69岁吴先生 吴先生接受的是微创的人工关节置换 早上开刀 这是他下午活动的状况 一般来说手术后当天或隔天 在医护人员指导下 都可以使用辅助器下来活动 手术后多久可以恢复正常的行走 手术后一个月 我们都建议还是用使用拐杖 柱形器来预防跌倒 那手术后两个月为黄金时期 持续的活动 持续的运动 复健 来增加我们的活动度 以及肌肉 多久可以回到工作岗位呢? 如果是从事比较轻的文术性的工作的话 出院后一到两周就可以回去工作 如果是比较出重劳重工作的话 建议在出院后三到四周 最后跟大家分享廖阿嬷 她手术的经验 现在走路有顺势吗? 有顺势 都没走过过了 都没走过过了 你俗是说走过过过了 更好 你俗是有读到同一样 这脚趴护肩膀的环节 你会怎样给她鼓励 我会说要去开开才能看 扎开扎好 就如同阿嬷所说 扎开扎开玩 如果还有更多的问题 欢迎到我的门诊来跟我聊 谢谢 三分钟医学堂 让你更健康 我是张继骨科沈泰山医师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